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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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拍片的資源是很不豐沛的 那麼吳宇森他在好萊塢 參與過這種非常有規劃性的 一個製作規模之後 他再來看魏多勝導演在電影說 怎麼這麼可能這麼辛苦 但是他怎麼能夠這麼好 那麼這樣這種雜草的精神 就是很多外界的壓力 很多外界的扭曲 不想說台灣出品的作品 只要用中國 現在無法變成中華台北的時候 我們還是展現我們旺盛的生命力 跟創作力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開場來討論一下 但也藉由著賽德克巴黛這個事情 我們要來問馬英九總統的事 一種各表 中國真的有信心嗎 如果真的有信心的時候 為什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我們看到無法進容於世界的各個角落 連這個藝文 這個影展的地方 為什麼中國也沒有辦法接受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你不是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嗎 什麼時候對岸給我們 自己表述的空間了呢 沒有 甚至連之前他們所完成的 這個中華民國史 他們很清楚的寫到 中華民國已經蓋棺錄定了 已經是 官員官員可以來做幾個史官 他們不認為這個世界還有中華民國存在 他們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 還是持續在殘存著的 這是這麼一款的藝術 我們稍後都有深入的討論 還要這個歡迎接聽您的call in 來我們先來介紹 與會來賓國民黨立委羅書磊小姐 慧明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政治評論員雲美小姐 慧明好 大家好 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羅志正先生 慧明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先生 慧明好 大家好 還有前民進黨立委郭震良先生 慧明好 大家好 好 先我們一開始來看 這個賽德哥趴來這等一下有料 一般看完電影 大概鼓掌3到5分鐘就算這裡了 這部我不知道是騙尾 感謝的名單比較長 因為這個籌資欺議的過程裡面 好多人 比如說周杰倫給個4千萬 這個徐若瑄雖然只出來幾個鏡頭 但是他賣掉別墅3千多 買起來幫助魏德勝導演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是騙尾 跑得比較久一點的關係 但是鼓掌長長達10分鐘 很不容易 我們來看看 就在威尼斯影展的紅毯上 賽德克巴萊的演員們 穿著禮服大跳原住民舞 就是要展現愛台灣 徐若瑄穿著蟒蛇洋裝 溫蘭大秀性感事業線 不讓女星們專美於前 賽片的男主角首度曝光 穿著黑西裝 相當帥氣 他是飾演男主角 莫娜魯道的素人演員 林慶愷 在螢幕上殺氣騰騰的眼神 讓人很難想像 他真正的職業其實是牧師 還有穿著白西裝 俊帥臉旁加上高壯的身材 他是飾演少年莫娜魯道的大慶 幹過職業軍人 連接車司機 一開始接到衛黨邀請來拍戲的電話 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在威尼斯影展 放映了長達兩個半鐘頭的 國際版結束後 現場的鼓掌聲浪 更是持續了十分鐘之久 國外影評認為 賽片的場景 設在網路阿凡達一般的濃郁森林 也看出賽德克 已經售出了法國版權 賽片在威尼斯影展大出風頭 影展主題更是表示 如果該片得獎 背拼著國旗領獎 將台灣人的民族榮耀 大大的展介在國際舞台 三天新聞最後一道 巴克 桑 桂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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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waub封锁链链铕链 我们看到赛德克巴莱就是指真正的人 在这个赛德克组里面对男生来讲 你就是要曾经出草杀过人头 你要打过链你才能够在脸上刺青 你变成赛德克 你就是赛德克巴莱就是变成真正的人 就女人来说你一定要会支部 支漂亮的部 那么你也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这句电影有一句slogan 我想大家都还蛮清楚的 就是说如果所谓的文明 就是要让我们卑躬屈膝的话 那我们要骄傲的展现野蛮 要展现野蛮的骄傲 同样的这个对照出赛德克巴莱 这个电影之外 所映照出的一些事情 所映照出来的台湾的处境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要问说 如果所谓的和平 就是要我们卑躬屈膝 一味退让 那台湾民众 接下来可以展现什么样的意志 展现什么样的一个骄傲 其实我们大家要来看 所以说当然这个电影 我看你做总统也先重视 所以说明天在英安 在总统付钱 要举行一个首映活动 那我们卫德胜导演 也会特别从威尼斯 直接飞回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首映活动 那么很多我们这个台湾民众 面对到这种台湾的骗子 大家就很小听 光是卖套票 企业界的包场 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正式上映 已经卖出了将近四千万的票房了 这是台湾人民很可爱的地方 很多事情 觉得台湾之光上面 大家就很小听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更大的东西 虽然这个卫德胜 他曾经说过 他觉得地球最美的是空照图 这是一张很美丽的 那么因为画了国界之后 才反而让他变得丑 那么但是政治 有时候你觉得不想碰 但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碰吗 那么我们就要来稍微讨论一下 赛德克巴来这样的一个状况 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台湾精神 美美 我想这部电影十分钟观众的起立鼓掌 台湾加油声中 交织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画面 这个画面里头其实隐藏着 工作人员十个月来不眠不休的投入 隐含了魏德胜十二年来梦想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他展现了 台湾人民不屈不扰的意志 还有对台湾这个国家的土地 这么亲密的连动感情的爱 这是让我们最动荣的 而这样的图像 我觉得也不止在赛德克巴来 你刚刚讲到台湾之光 有多少的台湾之光历历可数 我永远会记得陈诗欣 当他为台湾踢下第一面奥运金牌的时候 看到那桔子穿起来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流眼泪了 我又想到王建民 当他在大联盟 大联盟渗头王 半夜大家陪着他彻夜未眠 服侍电视台 打出台湾的地图 打出台南的名字的时候 多少人振奋 我更想到曾亚妮 22岁的女孩子 中国要出十年 请她转级入中国去 她拒绝 她突然关注 她说 我来自台湾 台湾人真好 这就是台湾的精神 台湾的意志 这种精神 这种意志 展现在我们台湾儿女们的身上 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 也写在我们的台湾历史 刚刚赛格课巴来 我很感动 除了画面磅礡 激动人心以外 你想说台湾四百年来的地图是什么 都是一个反恐的地图 对土地人同的地图 日本的市民通知 物色事件 这些人 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算是 你所谓的文明是什么 我用野蛮来展现 我的民族族群的骄傲跟自尊 然后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党外运动像压不贬的玫瑰 群起而来 那就算是打倒了威权 就算到今天 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嚇 我们有屈服吗 没有 所以 如果赛德克巴来 你赢到奖项的时候 要披着国曲 到那个舞台上去 那台湾人是这样啊 台湾人 我们的志气是这样啊 台湾人的真心是这样啊 我们想要投入的 在世界看到的是 台湾的异象啊 在这艰困的环境里头 但是我要问的是相对的呢 马英九先生 你做个国家的土地 你做什么 到今天啊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的人 为台湾的异象 在世界不屈不挠奋斗的时候 马总统你带领的给我们的是什么 但如果你们来 我们不能拿国旗 猫熊来 国旗要自己降下来 可笑啊 甚至于 我们的羊俗军 被做掉的时候 提委会副主委叫我们要吞下去 最近不可思议的是 九二共识 跟中国一个鼻孔出气 威吓台湾人民 明明你知道 那个是一个中国为原则 台湾变成人家的一部分 你还要国共唱和来 威吓我们台湾人民 台湾人情何以堪啊 当我们不断地 努力地展现台湾的意象 台湾的图腾 台湾的国家重担 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领导 是怕台湾的图像 台湾的国民 台湾的符号 在世界发光发热 是因为你的大中国意识吗 是因为你害怕得罪的中国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必须要讲 你愧对了 包括赛德克 巴莱 他们彰显的民族精神 你愧对了 这一代台湾人 不屈不饶的意志 你更愧对了 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该有的当当跟格局 我当期望 马总统 明天当你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要再把它只是当作 一个政治宣传 文化宣传包装的工具 请你从这部电影里头 深刻的省思 做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该有的当当是什么 不要愧对台湾人民 台湾有一种扭曲 在过去 当然是那些悲情时代的记忆 就是说 我的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台湾这两个字 开始不能够说出来 过去是这样的 所以《悲情城市》这部电影 他在拿到威尼斯金石奖的时候 当时曾经有人说 哇 他终于敢谈到了228 观众朋友你想想 228级的历史事件 过去长久以来 很多人不敢讲 一直到《悲情城市》 稍微点到一下 只是用收音机广播 这样稍微点一下 大家觉得了不起了 碰到了台湾最深 内心最深的痛了 当时得到金石奖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当时在威尼斯的电影展场 台湾的旗感是空白的 没有办法放中华民国的国旗 空白在那边抗议 一直得到悲情城市拿到金石奖之后 当时的杨登奎也很出名 马上把中华民国国旗拉开 表示说 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方式赢得 拿到了我们的骄傲回来 所以说这个威尼斯营展 这个主席的说 好了 等到你们拿到这个 大奖的时候 应该可以披着国旗回来了 我不知道魏德胜导演 这一次会不会这么做 因为毕竟对中国这样一个 强大的力量 甚至不可会言 非常重要的一个 商业市场的考量之下 会不会这么做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连碰都不敢碰 马总统不是说 现在两岸进入最好的情况了吗 在悲情城市的背景之下 空下来的一个旗杆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在他所谓的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已经成为两岸共识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让国旗出现 叫你去合调啊 你对你出品国中 中国合调到变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连国旗都不见了 这就是 这件事情难道不能够主意 让总统去省思说 他骗自己 骗所有台湾人民说的 一中各表是两岸共识 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国委员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外交部第一时间就问魏德胜 说你的底线是什么 说有这种国家 对于伊宏该做中国嘛 中国台湾 人家第一个问他 那你的底线是什么 他就要扔了 是这上去改成中华台北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悟瑟 悟瑟是台湾的中部嘛 跟我们台湾怎么相关的 所以你用中华台北 就凸显不出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是悟瑟的故事嘛 其实美国爱国的电影很多啦 如果是正常的国家 看这也没什么 为什么台湾人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就很有感觉 对 因为你有一个对照嘛 你说他用文明之灵 他其实是在把你压破 那同样呢 现在中国用和平之名 也是在打压你嘛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凸显的时候 凸显一个主体性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战争 不然死到差不多 整个组织会不会继续 可是他还是做了 就是说我们台湾人 如果看到这些都会很感动的 因为感同身受啦 就是因为我们 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一直用那个东西扣你的帽子 然后私底下都在压破你 那我们就感同身受嘛 不像我说我现在 还是跟赛德克巴拉有类似的处境 当然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我说因为台湾就是因为有一个对照 一个国际社会被打压 还是两岸被打压 都面对一些人不敢讲出真相 不敢真的站出来说我要当主人 你就真有感受啦 所以就会这样 这预告片我看很多 我看很多都在那边在扣 感觉很开心 你堂堂的妻子自去买 我都在家里很感动的啦 所以你刚才放那我都很熟 我说看完就是很有感觉啦 很有感觉 这个如果在正常国家 不是这样的情况啦 其实他就会觉得 这跟阿凡达很像喔 可是我们不容易这样去比对啦 就一下就想到自己的处境这样 是 想到自己的处境 而现在这个 我们的领导人却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是最好的啊 是大家都承认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啊 我们到底被表述到哪里去了 昨天晚上蔡英文在转访当中 有相当清楚的说明 我们稍后要来听听蔡英文 针对九二共识 她的看法 她的认知 以及现在真的还有各自表述的空间吗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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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